作为博纳影业全力打造的中国胜利三部曲系列首部 中国医生正在全国现影中 中间制作《长津湖紧随其后》 发布首支预告片和新海报 对于这套组合权 观众表示 中国医生是白衣战士的伟大胜利 长津湖是志愿军战士的伟大胜利 这才是我们想要的中国胜利 电影《长津湖》以抗卫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中的《长津湖》战役为背景 全景是怀了这场史诗战役 影片英雄连队第七穿插帘 以及其兄弟部队行动为主线 讲述志愿军战士在战役中的战斗精神和感人故事 而预告片中 吴京和一阳牵起饰演的 《五千里和五万里坠着兄弟的对手记》 则成为观众关注的焦点 面对着要跟着自己去当兵的弟弟哥哥一举 老大说 我们俩把该打的仗都打了 不让你打 关心与爱护战略无疑 但随即在预告中 弟弟吴万里便追随哥哥奔赴战场 让人好奇 这突如其来的剧情转折到底发生了什么 吴京曾表示这个弟弟相当让人不省心 而弟弟在片尾不甚标准的头弹姿势 仿佛印证了哥哥的担忧 到底这对兄弟的故事将会如何发展 正是这支预告片最大的悬念之一 除了这对兄弟段义红朱亚文 李晨 韩东军 胡军饰演的志愿军战士接连亮相 从美军仁川登陆 悍然越过三八线 进犯中朝边境 到志愿军跨过鸭路将出国作战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从长津湖战役全线爆发 我志愿军战士重创敌人 从美军兵败后腿撤出新南港 在这过程中交战双方将领轮番登场 两军阵仗初见端倪 美军装备之强大 我志愿军斗志之昂扬都得到了体现 如此宏伟之作 你期待吗